Hello, 大家好, 我們又見面了 我們又見面了, 港曼的故事第十一集 是, 十一集, 閃閃眼, 幾快 這些贊助商叫我們繼續做下去 是嗎? 這個節目有不同的贊助商 我可樂的 甚麼? 沒有人講牌子, 無緣無故講牌子 我可樂廠 你出來吧, 講這些東西 好了, 我們繼續我們的港曼的故事 上兩集就講了漫畫編劇 是啊, 都幾過癮 是, 我很藍 有些我都不知道 我先補回, 我跟誰主筆合作過 有兩個, 原來我合作過很多 我上次漏了講他們 先抱歉 第一個是梁偉嘉 第二個是許景深 是, 合作過的 真的很藍 很藍, 全部合作過 那, 講完編劇 是, 一本漫畫 首先是寫劇本出來 劇本的問題我們講了 然後第二個步驟是甚麼呢? 主筆, 起稿 好了 主編 主編 分兩樣的, 主筆和主編 不知道你哪段時間開始 應該都是以前肉狼那段時間 第一件事, 當然要講的是 主編和主筆都不同嗎? 是呀, 當然不同 有甚麼分別呢? 主筆基本上就是 一來, 一起稿, 當然是自己起 起完, 勾頭, 勾身 那些為主筆 我都是覺得, 我立場一定是 你主編就, 純起稿 純圈圈筆稿 這個是不是你的定義 其實我覺得 應該都不是的 不是呀, 通常 以前說不好聽 以前說, 升你做主筆 很多時候都是叫你做起稿 不是, 以前不是 是嗎? 主筆的意思就是 我那時候應該都是散稿的時候 散稿的時候 你哪會找人幫你勾頭, 薄身 你幾大支東西呀 你當然要勾起來 自己 個個都是的 即是出得名的那些 全部都是的 基本上你不可能請那個人勾頭 意思是, 主筆的意思就是 要勾頭和勾身 勾的意思是要落馬 落馬 那些是補線的 補線的 補線的 但是三花都 三花那些是助理做的 那些有助理做嗎? 那些 喂 好像分開 你有助理給你 你自己做了嗎? 噢, 我明白你的意思 即是以前 你玉獄狼的時候 他有助理給你的 雖然你是 即是他那時候就是這樣的 有些你可以丟給外面的 是 有些 就一個人跟你 一個助理 請一個助理給你 是 即是 都有的 那時候玉獄很多的 散稿 嗯 幾個都是這樣的 請一個助理 總之那個助理 就幫你做 你不做的事 是 就完成一張稿 那一張 那一張就為主筆 那一張散稿主筆 很多都是這樣 但主編的意思就是圈稿 是啊 我認知就是 是啊 那今天就是 我們的廣萬 這個 知心老前輩 知心 好了 知心 他和我定義了主筆和主編 我支持還撈亂 多謝你 好了 那 就說回問題 那 主編 主編 主編的工作 主要是 收入劇本 是啊 然後就把它圈出來 是啊 化成畫面 化成畫面 是啊 沒錯 其實這個工作就等於一套電影的導演 是啊 沒錯 導演不會上鏡的 是啊 導演不會上鏡的 是啊 那工作就是這樣 我們有一個稱呼 就是或者叫圈稿 對 簡單來說 圈稿 首先就 什麼都沒有 由空白開始 沒錯 可能只有劇本 有時候劇本都沒有 是 或者是雙雙雙音機 是 或者是一個最高指令 是 對 然後就開始了 用圓筆 以前就是用圓筆的 是 現在就不要計算了 現在就去PAT 或者用電腦配畫元件 我們先說說以前 是 說以前 用圓筆 因為圈圈出來 那張稿 就是 很大張 是 在上面圈 那時還沒有放稿 是 圈 對著一張 哇 差不多整個A2的紙 來起稿 其實那時是有點難度 難度 對 把桌子也要夠大 對 對著這麼大張紙 你要交代 那個畫面 其實以前是很厲害的 是 就是 圈圓 對著 然後 就丟出去 那張稿 就是那張稿 那些人在上面 勾頭 搏身 造景 都是那張 即是不同 現在 就是 電腦 很小張紙 你可以放到很大 是 男子 這樣放 對 這樣 其實 以前 比較麻煩 現在 其實 方便了 和乾淨了 當然 因為以前 很多人 用圓筆在上面 做事 那張稿 我 非常豐富 好 我又問一個問題 有沒有說用甚麼圓筆 HB 還是H 還是B 看看誰 多數的主筆 都是用HB 是 起稿 起到那張原稿 是 起到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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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找我 我待會聯絡 我講到哪裡 即是 用HB HB HB 在上面 起了一張紙 起 你繼續講 我先關電話 這樣 上面 起大樣 起 起足 這樣 這樣 扔出去 被人做 有些主筆 那支原筆 很重 甚麼是原筆 很重 你拿一支原筆 來給他聽 原筆HB 這樣 這樣 那他 那一 算了沒有 沒有 甚麼是重 即是重到 即是後面都摸到 力透紙背 沒錯 即是那隻 我所知是 邱福龍先生 沒錯 最厲害的 即是頂尖級人馬 他就極重 他就出到 那張紙 扣底 差不多 所以那張稿子很慘 即是 龍哥就出了名 不重 現在又沒有這樣的狀況 現在 你點起上面 你點滑 放在電腦 出籃子 沒錯 乾淨很多 那我想問 你說有筆重 好像龍哥那樣 有沒有筆輕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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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腦那些就是 牛腦輕的 那些線很幼的 它不是幼 那些東西很準 基本上他圈了 以前的什麼 青蛙公仔 牛腦就有個名字 叫青蛙公仔 很多人都想知道 叫青蛙公仔 他大約畫表情出來 就很足 即是很到 那青蛙是怎樣的 青蛙 好像樣子很青蛙 沒有什麼輪廓 沒有什麼性 大約表情 OK 那兩尺是很大的 是的 那些表情很準 那些表情 喜怒哀樂 那些表情 即是 那隻眼睛很大 就看眼影 視線放在哪裏 是的 一看哪裏 會很準 你不知道哪一點是 即是歐頭那個 其實 拿著那些圈稿 你沒有上下功力 就無法勾到 明白 還有拍攝一個勾開的朋友 是的 勾開 即是倫先生 倫如過先生 類似 即是你勾開 你就知道 他這個公仔 想怎樣 你便容易搞 其實那晚的喜果 也沒有說 有一定的標準 即是沒有的 各思各法 你多一些 多幾條線 是的 有些人就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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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表達到就可以了 即是表達到就可以了 外面的又做到 是的 還有那些座 是配合你 即是夾開 夾開 你基本上 你不需要 太 做很多東西下去 你夾開了 這些座 你丟一套稿出來 他們知道怎樣做 不是的 都要解的 沒有人就這樣 扔出來就做的 我認識的 那些都解的 解一解 有些複雜的 要解一解 即是過來過來 整晚一起過來 他會解的 就算你一粥都要解 沒錯 起一粥都要解 是的 我都不明白 不要這樣說 有些人親口說得明白 我這個 沒有整股 是的 我這個一錘打下來 我這個透視 講明沒有整股 是的 要中 你不解 可能是否碰住 是的 是否碰住 你是否穿過那個人 我認識的 那些都解 你不解 我解 當然 但是我起了一粥 我想他們都會做到 解完 反而可能 還有一件事 就是 除了作為主編 圈稿 除了控制畫面之外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由去控制 由主編控制 我要飛機大炮 航空母艦 我要十隻老虎 咬你 我要一隻老虎 咬你 我決定 我出齋景 爆山爆石 我喜歡人群 整個人浪過來 可能劇本沒有寫 還有主編絕對有能力 在劇本上加以發揮 當然 甚至有很多主編 也沒有劇本 劇本 劇本很厲害 或者有錄音機 很多種 其實主編才是一本漫畫的 靈魂精髓所在 當然 所以一本漫畫 掛的名字 其實就是主編的工作 對 主編的責任很大 你控制畫面節奏 你那個 那裡是否厲害 其實主編是 好了 我們說回一些壞事 如果判漫畫成敗得失 你覺得是應該跟主編掛勾 當然 我也覺得是 是 是 推不到 推不到 是 那編劇呢 編劇其實 因為主導也是 你的畫面好不好看 其實是關於主編的事 對 你劇本寫到 會飛 會飛 主編 其實差很遠 你劇本寫到會飛 那不是基斯杜法蘭奴拍 你就吃死了 我自己作為一個漫畫編劇 我當然想遇到好的主編 好的主編 不但能夠讓你 演繹到你的劇本想寫什麼 還會感上天花 當然 我會覺得是這樣 還會更加豐富 因為畫面更加豐富 而且可以補完 可能 劇本沉悶 是 我主編覺得 這麼沉悶 我 沒有打 沒有打的 就算你打不打 可能你出鏡子 都是主編控制的 我出鏡子 十點透視 什麼叫十點透視 沒有十點透視 現在人們說什麼 拿著鏡子 可以拿幾十點透視 十點 十點 就誇張了 我就覺得 作為一個主編 其實你覺得最大的能力在哪裏呢 是不是很需要掃描的底 其實都不是太重要的 最主要是 要知道 控制的畫面 最重要 是不是我們所說 懂得講故事 對 懂得講故事 很重要 因為你 跳格 各樣 那些 那些 就不太好 要拳打過來 突然 走到哪裏 鏡頭走到其他地方 那你覺得 和畫電影的Story Board 是不是很相似 這個 類似 我也覺得類似 但是電影的Story Board 就可能被電影的畫面 局限了 我經常覺得 做漫畫主編 更重要的事情 其實電影的Story Board 有些導演不用 他只要給他一個概念 就是給他一個畫面概念 他不一定用 是不是攝影用的 電影Story Board 其實最主要 給個導演 我覺得是給個導演 參考 當然 當然 真的不用 臨時去到實地地方拍攝的時候 有很多掣肘 你的位置真的擺到三尺 沒有地方 沒有地方 你Story Board 你起到很誇張 導演覺得 嘩 做不到 Budget 其實漫畫主編 都是一個問題 你經常都航空母艦 飛機大炮 遠景炸了 你香港都是不值問題 以前就可以 以前有一隊越南軍在 你出什麼都可以 有一隊很多人幫你做 你就可以 是啊 其實都是控制資源的 當然當然是資源控制 是啊 是啊 就是看送食飯 簡單的 你剛才是說控制資源 有隊友人跟我 那我就出什麼都可以 你不出就浪費了人 沒錯 浪費了那班人 有時候就是 我要用一下他們 是啊 今期沒什麼景 我尾巴裏整個景觀 對此 有時候 這些主編都很慘 就是看送食飯 不是 它平衡整個團隊 你不可以 人家上班 其實有時候沒有工作 都不是一件好的事 都有些工作 但多工作工作 又不開心 是啊 多就罵你 罵了必然 當然是罵了 暗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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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罵口罵 有的 有的 真的做到慶 你不起多一點 我不做 我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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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主編的工作 在香港漫畫上會重要 當然重要 基本上你掛頭牌 你出品人監製就到你了 是 編劇可能不知道在哪裏 很少都出品 是 不知道在哪裏 但現在很奇怪 編劇套上來 有些人插編劇多 很多 不知道 我覺得 我覺得 香港漫畫 你覺得是對的 主筆的角色很重要 差不多 它操縱了整本書的得失 其實主編這件事 我想說 其實 要放一個心 尤其是 別人放劇本來給你寫 你就這樣寫 如果寫劇本那個人都沒有心 那怎麼辦 好像我那樣完全沒有心 寫 就要看主編 可能主編 你這麼隨便寫 不行 自己我寫勁去 即是有些這樣的心態 即是擺個心 是的 大家在鬥氣 當然死定了 未必 未必 有嗎 我覺得 你剛才說的那些說話 放在任何事上 都可以套久 哪件事不用說 我心做 是的 其實那時 黃先生 我剛才在龍虎門 是 剛才在新駐的時候 他那時見我 也是這樣 他說 起稿 他講心法給我聽 留意 這個就是黃先生 香港漫畫的 得高望重 是的 自尊 自尊 那他就跟你講過什麼心法呢 是的 其實起稿 不是用 不是用腦 不是用手 是用心 是的 真的 我記到現在 是的 他真是說 用心起 用心起 你用心起 就不會太差 我明白 我明白 心機那些當然要有 是的 而且人的狀態 也有高低 情緒 這個禮拜好些 那個禮拜差些 會有的 會有的 會影響到你的技巧 很大影響 但無時無刻 你坐在桌子 拿起支援筆的時候 你就有個心 是的 即是你要向這本書負責 是的 沒錯 向這本書 向讀者 未必向老闆 老闆 其實 講到以前 黃先生 其實要求不是太高 是 因為他 他覺得到 他看得明白 看得通 你 覺得你有心機 有心放進去 就過了 OK 反而我那時候 幫黃先生 我是很開心的 OK 剛剛起床 我說沒有什麼機會幫黃先生 是很開心的 教了我有些心法 這件事也是很重要的 但是這件事 都不是放在喜稿上 也是那句 任何東西都有心做的 我想問 做哪個行業 沒有心可以做的 我又不知道 怎麼實叫 怎麼實叫都是有心的 有人在那裡 有個形跡可疑的人走過 有個形跡可疑的人走過 那你也有心去留意到 感覺 我們出來做人處世 其實有心做事是很重要的 說真的 時間你回了下去 我說不好聽 工就一定要回 工 你一天不做 不做就另計 我幾億身家 不做就另計 不做都要有心去玩 去玩 沒有心都不開心 其實做每件事都要放心 萬畫 尤其是 還有一個主編也是 因為你沒有心 別人一看就看到 看到 這行真的 我之前說過 真的沒得騙的 你扔了出去 你有沒有心做 其實人都看到 那是 讀者眼光就說了 尤其現在的讀者 這麼聰明 你講一下黃先生 不如我們下一集 講一下我們認識的主編和主筆 這集不講嗎 這集沒有 我都說不用講那麼長 是嗎 我們下一集 我們就講一下我們認識的主編和主筆 講一下我們最欣賞的主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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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我都很欣賞 很多啊 不用講 有很多超級高手可以講 還有我見過的 即是真的見到他起稿的 其實我 有幾個我都覺得很厲害 我們下個禮拜講 是的 記住 好這集是星期三晚 記住明天下街 買一本《一代宗師》第十五期 十五期 因為我們的第二輯故事 應該是十六期作為一個完結 是的 那之後是不是接上去呢 當然不是 不是 我們有新搞作 新搞作 還有呢 蝦一蝦 因為是一輯一輯故事的 記住明天 當第一季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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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son 1 我們現在去了兩個季節 Saison 1和Saison 2 第一季完結 第一季完結 敬請留意Saison 3 而且再次 你看過Nikvist 再次隆重宣佈 大家期待下一輯 不是完結的 但是中間 我們會有一些新意思 我們下一集的尾 說我們什麼是新意思 好啊 無論如何 搞什麼新意思都不要緊 真的要大家 真金 大家捧場 對 捧場 落街真金白銀 買一本一代宗師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